接下來要關心這個話題人物了 每次好多好多的議題都有他 就是馬斯克了 他不是買下了推特嗎 對 結果我看喔 他買下推特之後反而惹了一身心 對 因為這個其實 我不知道 依倫你自己是會用推特嗎 還是比較少 我比較常用IG 臉書跟IG其實是比較多 亞洲人啊 會去用的 然後我自己會用推特 其實也是主要是找新聞 看一些動向嗎 對因為那時候比如說像這個 印度那時候很久 2021啊2022的時候 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們很多的消息都是 透過推特 是 來發布 你可能看一些官方的網站 或是新聞網 其實都沒有推特快 所以推特在 我覺得在你找新聞 或是要找一些訊息的時候 其實是蠻快的 那但是呢 後來這個推特 我覺得在之後 在西方的這個國家裡面 其實也蠻多人來用來做 做生意 來宣傳自己 也變成是一個蠻主流的一個媒體 但是呢 馬斯克 接掌以後真的是 他做了很多事情 讓商家在推特上面做生意的這些人 有點不安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呢一開始我們還記不記得 他一開始 接掌推特以後他就裁了一堆人 對 裁了好幾千人 所以說呢 這個人家就想說 哇 這個公司好像有一點點的不穩定 然後後來呢 有些這個仇恨言論的增加 因為他有裁員嘛 那本來裁員的人 他工作可能是在看說 這個言論有沒有一些偏頗的行為 他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刪文啊 或是把他的賬號block掉 可是這些人沒了工作以後 其實這個把關就變得比較鬆散了 變成說推特上面仇恨的言論增加 然後自然而來呢 這個廣告商有減少 其實推特就在他的手上 變成一個燙手山芋 那這個馬斯克呢 他自己呢 也很也很妙 他自己就會在他推特上面 做民調 做民調說 我是不是該辭掉呢 結果真的很多人 快要60%的人說 對你應該趕快把這個CEO的讓出來了 好好來經營這個特斯拉等等 你會做的事情好好專心的做 那他也順水推舟 他就說 他如果找到蠢到可以接受這份工作的人之後呢 他就會辭掉推特的CEO 還不忘先酸一下 然後他會專注在管理軟體跟伺服器的團隊 那他也講說其實要找推特CEO不難啦 但是呢要找到讓他保持活力的CEO是比較難的 那他要怎麼樣讓推特保持活力呢 所以他就想了一些辦法哦 那這個辦法其實網路上面就是看法兩極啦 他呢講說有很多在九成的用戶看了推文 就是看過就看過了 他並不會留言 然後推特有一個給愛心的這個功能 他也不會給愛心 所以他決定要公開推特這個文章 或是影片的觀看次數就是圓圈圈圈圈起來這個地方 他說呢 這樣可以展現推特更活躍的一面 然後但是他說 如果是你自己的推文的話呢 他就是只會記一次而已 就是不會說你觀看那麼多次就是加上去 這個不會加 洗流量 對對對 不可以洗流量這樣 那很多用戶呢就想說 其實哦這個觀看的次數我其實蠻難定義的 你只是很快的滑過那這樣子也算嗎 然後也有些人是反對的 他就說這很沒有意義 而且還覺得說是公開處刑 會讓人家覺得那邊比較說 嗯誰比較有這個網路聲量 誰的這個發言呢是比較受到重視的 會比較這個觀看次數 那但是也有人是支持的哦 他覺得說你公開這個觀看次數呢 你就可以讓這些灌水的賬號哦 欸跑出來了 那還可以來算說這個追蹤者的這個參與率 也是比較好的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說其實有一些這個商家擔心嘛 因為馬斯克這個接掌後 有一些的這個舉動哦 讓他們覺得說可能生意會在推特上面無法進行 我們先來看一下推特他其實基本上 每日的這個用戶大概是有2.38億 那在2021年的統計呢 全球有82%的企業 他們其實在推特上面都有賬號 哇那蠻活躍的齁 對就是你只要是公司 不管是我覺得是一般的企業 或者是什麼時尚品牌啊 其實他們在推特都有一個賬號 那他收購推特以後呢 他解雇了一堆人嘛 然後呢他還說要打算啦 以後你看推特上面的影片呢要付錢 然後呢他還有一個這個我覺得是比較 阿爸的這個規定啊 他就說你禁止分享其他的社群帳戶的賬號 對比如說我要在推特上面寫說 我的臉書粉專在這裡哦 這個是不OK的 對這個就被很多人批評啊 然後呢他還講說你要每個月花8塊美元呢 才能保留你的藍勾勾 這一連串其實就是死要錢啊 就是要趕快把這個錢從用戶的口袋裡面掏出來 那就有一些這個在上面的 在推特上面做生意的人很擔心哦 像這個加拿大的一位這個太太 他就說他在推特上面是賣這個珠寶的嘛 他很怕說這些改變的會讓這些用戶 我就不用推特了啊 那他好不容易成立的這個粉絲團粉絲群就會沒有 那甚至還有英國的這個性工作者說他自己的這個工作網站呢 他其實是靠推特來引流的 目前呢已經被推特禁止了不會在上面顯示 還有這個是這個辛巴蕙的這個麵包師傅哦 因為他覺得說沒有了這些人來把關言論哦 他覺得在推特上面是感覺到不安全的 充滿了這個仇恨的言論 那現在的狀況是更差的 那我們也訪問到了這個矽谷的這個資深工程師Alan 來看看他怎麼樣看說馬斯克把推特裁員 那他怎麼樣用很少的人才來創造出高效能 在成熟的上市公司之後呢 矽谷這邊你常聽到是說 希望大家兩年就換一次工作滾石不成胎 那其實呢這又跟創業公司很不一樣 創業公司裡面的員工呢 其實因為他的底薪是很低 他拿的大部分是股票 那股票呢要等公司上市才能賣 但是如果一上市之後呢 每兩年就會有離職 你就會開始要做更多的文件交接 所以同一件事情呢 在創業公司裡面呢 可能一個人做就可以做完 但是在上市公司呢 就需要三個人才能做完 所以這就是你會聽到說 怎麼樣你聽到大部分時間裡面 聽到的東西是說為什麼 推特他上市之後呢 他會這麼多人 然後他一被Elon Musk買下來之後呢 他開始要轉回創業公司的時候呢 他會一次就把人裁到三分之一 他開始採用一些 開始來看說每一個核心任務呢 到底該有幾個人來做 只需要最少最少幾個人來做 就可以完成 他就裁到那個數量 然後再順便再搖一搖再看看 是不是還有太多 然後再搖一搖再看 把一些人再甩掉之後 所以你就看到他真的一次就裁掉 從好像從7500再加上 5000到8000個非正職員工契約工 他一度裁到2000多3000人的正職員工 那契約工這方面呢 因為他這是不會公開的 所以大家不知道他裁到了多少人 這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說呢 人是分兩種你很難互相理解 就是你想想看一個消防隊員 看到一個大火在那邊 就是有人會拿著那個氧氣管跟消防衣 就衝進火場去救難 但是大部分人會避開 那這兩種人呢 你要他們互相理解呢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在這中間呢 其實這兩個文化呢 其實是這兩個轉換 所以你也可以聽到很多 不喜歡風險跟不喜歡的長時間人在抱怨 但另一方面呢 你也會看到有很多 看到這個機會有長時間 成長的人開始想要跳進去 這邊我要先講到推特 测在收購前的財務狀況 推特在被收購以前的狀況 其實他手上的現金好像只足夠公司在經營 一到一年半的時間 公司就要完全燒完現金倒閉了 所以呢 Yamaha這個收購呢 其實是進來之後 那發現 我們公司既有的商業 商業型態跟我們的商業營業收入 並不足以支持我們公司繼續下去 所以他第一天進來把人裁到說 勉強是公司的那個 這個他的現金流可以租 除了之後維持公司在經營一段時間 不會一年之後就倒閉 讓他有一個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呢 能夠來進行公司的轉型 所以他在收購之後 你也看到是說呢 他開始要把公司的營運方式 收入方式也開始從廣告模式 改成跟用戶收費 另外他有開發新功能是說呢 開始說讓大家能夠看到那個 每一個使用者每一個推文 他有多少人來看 所以說呢 開始是從過去他的收費模式呢 比較像是跟大的媒體配合 跟新聞媒體配合來收費 當新聞媒體做一個傳播的工具 那他現在新的模式呢 比較像是走這種網紅模式 希望大家進行自媒體 然後讓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流量 每一者的流量是多少 然後來經營個人的品牌 好看完了馬斯克之後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個 跟觀眾朋友都很有關係的 就是你準備要出國了嗎 還是你已經出國了 我們先問問看正宜 正宜有出國了嗎 之前出差的時候 有出國 但是這是鬆綁前嗎 鬆綁後還沒有進化 那有準備要國境解封 趕快來玩了嗎 還在觀望中 因為我覺得是機票 讓我覺得有一點點 對因為我最近也買去日本機票 天啊超級貴 比之前大概貴了有1.5倍到2倍左右 所以真的是蠻可怕的 所以還是要說政府多給點錢 讓我們出國 好但是呢 現在亞太的旅遊業 其實復甦的好像比其他地區更快 我們就看到一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我蠻想去 也有規劃就是像泰國 泰國曼谷大家很熟悉 其實清麥也蠻好玩的 我好像可以當清麥的旅遊大師 因為清麥真的是超級漂亮 好那泰國很好玩沒有錯 但問題是喔 現在有蠻多的不法分子 都在那邊 因為他就知道說很多觀光客要來了 他就看看這些肥羊 我應該怎麼樣 從你們的身上偷出錢來 確實有這些不法分子 但不是全部喔 但大家如果去泰國就要特別注意 好但我們知道說喔 這個泰國在去年解封之後 他們迎來了第一千萬個旅客喔 在機場12月17號這天 甚至他們的總理帕拉玉 還親自到機場來迎接這件事情 畢竟泰國的這個一大部分GDP 就是靠觀光 對所以你看疫情其實他們多慘 所以現在能夠國境解封與病毒共存 對他們來說真的是一個非常可喜可賀的消息 但是像他們自己的警察局這邊 也有說蠻多地方都有詐騙的情況喔 嘟嘟車計程車也有人謊稱說 這個景點沒有開 所以我帶你去另外一個地方消費 這個也太阿拔了對不對 比如說我要去A 他就說A其實沒有開 沒有地方 我帶你去B這邊也更好玩之類的 那我自己有朋友去泰國的時候 他說計程車都亂算價錢 也有這種 就是剛開始講可能100塊泰鎚 後來變500塊泰鎚 那你到底到了目的地 你要不要下車 要不要給他錢 這就會變成延伸一個問題 還有像是離島有常見的犯罪喔 像是竊盜搶劫 這種其實也有一些狀況發生 那像特殊的風化場所也會有訛詐的情況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街頭欄客 那最重要有三個原則喔 如果大家有到不只是泰國 其他地方也一樣 不要太小便宜 也不要到危險場所 更來就是你的財不落白 不要說這個我很多錢啊 讓大家來搶 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東西要收好了 對 好那現在在泰國 他們還有一個這個新的APP 叫做Tourist Police 他們就有一個APP可以下載啦 他們有一個英國跟泰國的版本 那裡頭也有一個旅遊警察的概念啊 然後24小時服務 那甚至如果你真的在當地發生一些狀況 他們泰國這邊就說你可以打1672的一個專線 那有中國中文英文跟泰文24小時服務 因為有可能你被搶劫了你不知道怎麼辦 就可以打這個專線來幫助 那機場也有設這個旅遊協助中心 可以加入當地的LINE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喔 這也是提供給大家一些 如果你要出去玩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概念跟想法啦 好那當然國門大開了嘛 接下來1月8號中國大陸也要大開了 可見喔 接下來旅遊只會越來越旺 那到底有多旺呢 看到我們的標題喔 寫沖沖沖三個字 這個以神聖院長蘇貞昌的口頭禪 用在旅遊業一樣可以沖沖沖 多少怎麼沖呢 我們看到2020年喔 亞太區的觀光收入其實非常的慘 已經衰退了59% 幾乎都衰退掉了啦 剩下那一點點可能就是商務旅遊啊 國旅之類的 等等之類的 好那世界旅遊的觀光協會喔 他們其實有做一些調查 他們說其實亞太旅遊業 今年應該是會率先從疫情之中複數 所以他們對於亞太旅遊業 是蠻有展望的 那2021年喔 觀光對於GDP的貢獻 亞太這邊也有提升16% 但是歐洲跟美國其實更多 大概提升了23%跟28% 那到2022年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其實觀光對於經濟的貢獻 有更增加嘛 因為畢竟大家都可以出來玩了之後 稍稍當然有錢的地方就有錢 有人的地方就有錢嘛 好那亞太的觀光 他們現在預估在GDP貢獻 2025年的時候應該是32% 所以這個幅度應該是蠻快的 對 那也會增加大概1.26億的工作 那有65%就是在亞洲的區域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在今年 率先會從疫情復甦的就是亞太旅遊業 他們是這樣覺得啦 好那當然喔 就有一個這個美國的德勤 他們就有做一些分析喔 說其實從去年感恩節到今年1月中 這個旅遊率喔 其實還是有慢慢的在做一些改變嘛 你可以看到還是有一點下降的趨勢 所以不是說馬上就可以有一些活絡 還是要等待一些時間 尤其像美國這個狀況 那他們現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暴風雪 可能真的是也很難出國啦 所以其實各個區域還是不太一樣 這就是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說 現在台灣的狀況如何呢 其實他們說2024年其實應該就可以完全 在疫情前的狀態了啦 應該是蠻OK的 蠻樂觀的耶 對那到2024幾乎就應該會跟疫情前一樣 除非還有新的東西出現 那最好不要啦 好怕好怕 對很怕齁 好那我們看到說其實他們的旅行業喔 旅行業是一個比較大範疇嘛 他們11月的營收對比2019年 其實衰退是80.6% 那在11月營收同一個月喔 旅館業跟餐飲業平均衰退大概是20% 所以喔這個旅行業稍稍的比較這個 慘一點點 然後旅館跟餐飲好一點點 那因為看到觀光客嘛 在11月的時候其實只剩下兩成 那是國內的市場還是有在增加 所以稍稍有彌補一點點 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在就是什麼 三級警戒了 所以這個國旅的這個情 這個產業是比較旺盛 還是比較敢出來在台灣玩啦 然後包含高鐵的營收也只有衰退5% 所以算起來國內的情況還算不錯啦 好那這個Easy Travel就講說 自由行接下來的比例是有增加喔 年假銷售非常的亮眼 像我看有些數據 只要有放假的紅字 幾乎機票都訂滿的 那平日其實狀況也不錯 所以現在大家對於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 都還蠻熱門的喔 那像是這個預估今年中平日的訂房率 都可以回到疫情之前 所以這個旅遊業跟這個餐飲業的展望 是蠻好的 那像是有這個教授就說啊 網紅行銷啊平台合作跟雙重優惠 其實都可以再拉升這些生意啦 讓大家這個誘因比較多一點 對讓觀光業好過年啦 對那我也有聽過人家說 在台灣像住房不是比較貴嗎 那還不如去國外 但是國外問題就是機票也比較貴 所以雙重之下大家要衡量喔 到底出國玩比較好還是在國內 但不管如何 現在我們至少是與病毒共存喔 所以進入到一個新的疫情階段的時候 可以出國三三星那就出國三三星 那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多存點錢囉